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来说我跟人家那一块没人能唱 嗓音还比较好 其实他唱《老生》啊 《花脸》的不是他擅长 他最擅长是《青衣》 《蓝蓝》 这是他大小人家就学的 这《青衣》的《蓝蓝》我认为有这天生的 这后天生学的话还真不好学 你看我这档子就学不了 我也学过 人家经济界也有这个事 我请教过 人家说你实在是大家都要知道 先天条件不如人家 人家先天条件好 都比咱这忧郁了 而且后天人努力 人家在感应 人家做厂 人家做学 都说咱们人家一块儿 先天条件不如人家 后天咱就不能努力 后天你为什么能努力 你后天会有事 后天还得上个院王瞧病 有瞧病 这这这两天实在是不太不太处发烧了 昨天还四十八个年 我那烧的脑子都疼了 今天好多了 可能今天表演的 有不到外的地方 希望大家的观众光 您多多得员练 我们也乐意也注目 真是大一行的大一行 这也是 相互面前就是 就天敬老百姓的生活 其实也不是很高雅 您注意别挑 说你们在舞台上风的都太俗了 俗就对了 俗就对了 一个什么 我们这个就是服务大衆 负担普通老百姓 就是 你这个意思 你真是高雅的那种生活 还是论词再来上知乎者也 我们还真来不了 来不了的第一呢 像这种人群还是少 像说咱去这个琉璃厂 你就不知道 如果有没有住这个 平常琉璃厂 你不仅去看见好多的那个书法家 西哥文学家 咱就上那儿去 其实他们生活当中演呐呀 他们生活当中聊天也是 贼呀 贼呀 也他们演呐呀 啊 你说这 说吧 知乎者演神人也能来 分 分什么场合等 你看我们这在小剧场里演出 就有负担 大众 天敬老百姓的生活 说的也都是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滴 你看 拿我来说 就是咱们这生活当中都得观察 你观察什么呢 最近我这个观察 老百姓的民族 比较显 最近观察这老百姓卖菜 你会儿就住这边的太尔厂 没事儿我还爱旺 买点菜 买点肉 你上太尔厂里一丢的去 这挺有意思的 沈大妈的砍价 买点菜一毛两毛的 对挺好 特别有意思 但是我研究这个卖菜也不是现在的 现在这个卖菜呢 这很简单 尤其到这个五点多 你就看菜上的都是甩的 五个年抱园的啊 两个年抱园的啊 有钱一会儿了啊 有钱一会儿了啊 都是这 你过去老百姓卖菜 你说呀 我把过去老百姓卖菜的大概分为这么三 头一种就是走熟街 第二种就是菜鱼 第三种就是那切菜 这不一样 先说这走熟街的 就早上起来 倒是干你那部落的真正过脚马上的 我菜的时间是干净 挑着两个大螺荒菜 但那胡同呢就撞了去 过去老年年时候没有这么多高楼哪啥 哪时候都无胡同 推跟现在似的 推着车 三轮车 对吧 小区里面卖东西 卖核桃 卖大袍 其实性子是一样的 那年头老年年子就是螺荒 他也方便挑着两个大螺荒 上胡同里转 街坊神大娘都认识 到点儿人就输了 到点儿人就卖完 真正过脚马上的 江北独立 这是走熟街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菜鱼子 这个菜鱼子呢 不只是卖菜 挣钱 只是什么 只能赌一句挣钱 你说一下子一样 哎不一样 哈哈哈 他们的嘴巴说 你说一下子一样 不夸张就说 就他们这个嘴巴要说话 能把死汉子说翻得真 很难的 对吧 拿手哭了 靠这个 花言条语 就这样的去挣钱 骗人的 说实在 而且这也一样 跟其他卖菜的事 倒是干净净的 两大楼梆菜 这菜鱼子不是干净吧 特别精神 你看看一样一样的菜鱼子 特别精神 就能 框里面的韭菜 你们一看 啊 少清水 就能跟少弄力了 哈哈 真像 哈哈 两大楼梆菜飘起来 少不夸梆的转 也差一点点 这还不清晨 用它不清晨 这个水菜很沉 跟挑水是一样 为什么很清晨 他这个菜品种挺多 但是数量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菜 不说什么人都卖 普通人不卖 你买不起 哈哈哈 卖那个外乡人的 好财没脸的 做生意的 这种大老板 他老板在胡同里转 有时候出来这么一位 穿着西装 打柳带 戴着礼帽 打皮鞋 擦着更光滑亮 在老年间呢 那个年月能穿着西装 大皮鞋 你就跟这老先生似的 像您这个年轻的那个时候 能穿一身西装 大皮鞋 很街头 大皮鞋 他的更光滑亮 这能是一般人吗 特高科的 肯定能是一般人 绝对就是大老板的 现在修士企业家呀 对不对 这再损了你 也得是一个 这个 土豪 哈哈哈 现在的事儿来说 交个朋友 对不对 那个菜油子看见了 这个菜就你卖了看 有钱呢 把蛋子放下 浸泡两度过去 先请安后座衣 我们的老年间这个规矩大了 礼貌 过一日后 哎 先请安后座衣 大爷 有日子可没瞧您了 最近您这挺好的 看您这个精神气色 可是不错 听说您最近有开业买卖 我认为您道歉了 开业大皮鞋儿红葱 买个星龙葱四海 才去浪达三交 我认为您道歉 另外还得给您道歉 前些日子我瞧您大奶奶了 生翻有用了吧 这有七个个月 我看都显怀了 不出三个月 给您贴一位大少爷 我这给您道歉 我说给您道歉 还有个事情 我得给您念叨念叨 为什么呢 我这人可能挺不会说话 前些日子可能哪说错话 得罪了大奶奶了 因为什么呢 大奶奶有些日子没买我的菜了 我这小妈妈还指望您照应不是吗 这样 大爷 您回去跟大奶奶说 让她呢 还买我的菜 我这 我这谢谢您了 我这谢谢您了 说了一大痛的好话 人家也一听这话 啥也听得出来呀 我西方有些日子没买她菜了 这那意思 碰上我了 让我买她的菜了 这买点吧 也花不了几个钱 照顾照顾 面子上的事 这一会儿就那么一本 嗯 有有有辣椒吗 一说买菜 看这个买菜 太油了 也不说有 也不说没吃 说出一句话来 让您心坎里听得那么舒坦 辣椒啊 早就给您预备了 听这话 早就专程给他煮 可谁听谁不爱一听啊 大爷一听完之后也高兴了 是吧 太好了 在这儿 来两个辣椒吧 不多买 就来两个辣椒 意思意思就得了 他游着一听 点个辣椒 行 你等着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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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框里面 捡了两个辣椒 在身上擦了又擦 蹭的又蹭 蹭的正光挖亮 双手捧得跟地火宝似的 大爷 您拿家炒吃去 双手就递了 大爷借我这两个辣椒 一看 这两个辣椒 都不味儿鲜 不味儿嫩 真好 多少钱呢 一提钱 这个菜油 升一口可上来 这时候开始 就是行片 大爷干嘛还提钱呢 听您热谱 玩笑的 您这 两个辣椒 我哪儿挣来您这钱呢 这 万一 回家有什么事的求着您 对不对 您还好意思管我要钱吗 对 两个辣椒 您拿点炒吃去 大爷一听 这是贿赂我的 你贿赂我拿好东西 拿两个辣椒贿赂我 听这个意思 回家还有事求着我的 那么不成 这么便宜 那么不能占 别解别解 你这话说 两个辣椒我得给钱 你这小妈妈 像你这煮来煮多一天 来煮多一天 你这个买卖两天就有个庞 我得给钱 你不要钱的话 两个辣椒 我还不要 你拿过去 一说辣椒不要了 让拿回来 菜油的脑子气 非知 非中学 别解 别解 他这话说的 我这跟您开玩笑 要不是 你要非要给钱的话 那我就收您个本去 行不行 您忘记 我收您本 我要做您一分钱 我这臭胆子 对 你要是换价 你是蠢鸣 两个辣椒 找些不够呀 对 你给七个钱 行了 七个钱 说完这话 这位大爷 拿着这辣椒下巴 他就没表情 七个钱 在那个年约老年间 咱就说两块钱 都能买一袋的面子 两个辣椒七块钱 七块钱 这都买三个半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买多少面子 这辣椒怎么那么贵呀 你这辣椒 怎么意思啊 这是 哎 大爷 这儿您问着了 咱这辣椒 我能说 不是本地的 打国外空运过来 哈哈哈哈 也就是您 贵人吃贵物 换了床子 闻他都不敢闻 没关系 大爷 您要是 要是没钱 就拿您换价 拿家闯事 你想大爷能换价了 啊 换价 换别了 受了 换不了 那我给钱给他给钱 打斗里 很不情愿的 投入十五天内 递给这个 卖菜 卖菜 接过来之后 那三个年都不知道 去找他 为什么 卖太多机灵 那三个年要找个 算是卖菜 也不能弄不着啊 我的钱装起来之后 大爷跟您这么说 早上写的 您这头一号码 我这没开张呢 东里没带您钱 你说我拿钱 上银行给您换 你得耽误您时间 要不这儿 您看你韭菜 多鲜亮 您来三个年韭菜 拿家炒吃的 您看成不成 我给您做足了 您等了 我给您捡好的 捡好的 您看 然后韭菜来 一根 两根 三根 大爷 你拿家炒吃的 别客气 地上 大爷 接着来离开 两个辣椒 三根韭菜 十块钱 五大面 没有吧 哈哈哈哈 事儿事儿闹 十块钱 我买凉了 三根酒菜 这还用什么玩儿 赶紧放家吧 一会儿再坏了 哈哈 拿着这菜 回家 走到家空口 一脚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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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是不痛的 想回头马上买菜 卖太多精灵了 知道心里不痛的 金磅两个过 大爷 大爷 整个汤 这么大一个鞋子 它们弄一半 我觉得 bah ha ha 我喝你了 Lima 回家之后,刚进屋大满的条件,这里问一问,如何?不出去溜二去了吗?那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猜迷啊?哪儿捡的菜啊? 说着话上,不爱听,捡的,我收钱买的! 哪里的清安柱,怎么那么贵的菜啊?什么钱? 三个儿有菜,两个辣椒啊,你哪儿卖菜啊?怎么那么贵啊? 玩起来,就刚出门,后年缺德卖菜,就请完酒桌衣,说一句好不好,一看不买不合适,买吧,十个年,两个辣椒,三个儿有菜。 炒吃了,多个鸡蛋,多吃个妈个鸡蛋,炒吃了。 大力,他哥怎么炒啊?这没法炒啊,炒完之后,要炭不了酒菜。 你就放那儿了,没那么坏了。 这样,不叫下次再看着他,你就夺点了,别大力。 咋?他一看就骗你了,这是,咱也不在乎热钱,对不对? 以后咱吃一天,咱没事,您也别生气,等会儿那个贱卖菜来的,我多买点,对不对? 咱操我一对就得了。贱卖菜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三种,这个贱卖菜。 这种地的农民,你让他种菜行,你让他购买卖,就插出来。 你让他卖菜,他不会,真的,他不会,连定价子都不会,就实在,给钱,你就拿走,差不多就行,你给钱,你就拿走,就这样了。 刚说到这样呢,屋里面老太太听见了,老太太得跟儿媳妇儿煮出来,煮了拐过就出来。 儿媳妇儿都跟你说呀,别买那千白菜的菜,那千白菜是不会说话。 前两天跟街坊四夷还打起来了,打得头破血流的,别买那千白菜的菜,听了没有? 得了,妈,你甭管了,一会儿我掏着做饭就得了,这东西,你上屋里歇着去吧,你甭管了,我看着你。 把老太太,把老太太掺进屋里,怎么那么次,这个千白菜就来了,推了一个独独鹿车,往前一年,独独鹿车,推了就来了。 反正说,外乡人说话也有口音,他也不过腰,一腰先来,他垮了八肢,他就学语,推了独独鹿车,一腰都折了。 一腰都折了,谁还要的,一腰都折了,一腰都折了,要是他不会腰都折了。 你说赶上了,不买吧还得等,买吧,你说他不会说个话,买了就得了,赶紧买买了,你说回家一会儿,套我一会儿就得了,就叫他去。 卖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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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了说,哇! 大男一天,这么大声了,干嘛,吓我一跳,怀晕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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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买点菜,我去。我去,我去,你没了 是啊。我去,你都会买了。 metal. why which i think there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for you. 但咱俩は会不会说话,怎么会说话。 他一听,有这样做买呢!怎么那么不会说话? 不肯对不起 哎呦哇不满这样 过来过来过来 买嘛你是这样 万一我这还有不油腻啊 我不败过去了吗 还行啊 这够鸡的 有辣椒吗 你啥呀 我推的这枪都是辣椒吧 不要嘛 你又妒忌你了 不够菜单了我给你退一下 大俩一听太不会说话了 过来过来买点辣椒 你去这边废话了快过来 这时候才把海车退了 能听过有多费劲呢 大俩的空气 刚才买菜吃亏了 这回啊我呀少要点 就来一毛钱的辣椒吧 一毛钱辣椒 最少你也得给我一个吧 对不对 不能你卖给我半把辣椒 这不像话 大俩的聪明 来一毛钱的辣椒 买菜的一瓶 我钱 一毛钱辣椒 你吃得了啊 大俩就不明白 什么意思 要多了 你咋就卖给我卖呀 卖呀太多就卖了呀 放开了 你接着吧 你接着吧 大奶奶呢 把那个围裙呢 就给撩起来了 拿这个围裙呢 就就接着 你接着 下来了 Particip了 摘辣椒 一头一看在那车里 就送脸了 还给自个儿留脸啊 大奶奶一看高兴了 一毛钱给这么多辣椒 这超上的就是 但是想起一句老话来 肉贱 皮子闻 包备的是买主 喝的十次咸人 还得包备呢 一毛钱给这么多辣椒 我问你这辣椒不辣 对不对 一说辣椒不辣 麦太子当时就急了 辣椒不辣 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辣椒不辣 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能把你肚子里的小孩 给你拉腹了 你吃一口 大奶一听 怎么说话呢 就这么说话呢 你这要欺负人 我就欺负你了 你能死我 你能死我 两人就抄着你 那么不讲究 越抄了声越大 后来不是老太太听见了 老太太出来之后 一看 这都很吵 我这儿媳妇怀里运的 还在冻了她一起 一看 买完了就赶紧回家吧 老太太就叫了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走 回家吧 回家吧 别吵吵了 别吵吵了 回家吧 叫儿媳妇回家 老太太一看老太太 出来就高峰了 为什么讲给人来 你岁数大 你也不买事 她在问老太太什么问题 哎我老太太你等会儿再走 这个娘们儿买回酒 我可不想提她呀 我提她啥呢 老太太 她说我这个蜡烛不蜡 你讲蜡烛不蜡 你讲蜡烛不蜡 听我 我是个做外面的人 做外面的人讲有良心 不能够黑心 老太太 我也是黑心 我是你儿子 哈哈哈哈 老太太 怎么意思 你要是黑心 你是我儿子 这是启示 啊 喝着一毛钱的辣椒 我这儿媳妇归你啊 哈哈哈哈 我这儿媳妇还怀孕呢 你这是进门当逼 哈哈哈哈 这小子成心这儿要便宜 不是 啊 老太太举起这拐具 冲着这麦太太的脑子上 啪 就一拐具 一抬腿 啪 就一摇 老太太一看 好 这下打你打的可不轻了 那下打的 卖太太就吓坏了 没想到这老太太武林高兆 哈哈哈哈 身手 身手不怕 哪这下子 说你别管我们别管 说踢一脚就踢一脚 卖太太也不吃亏 赶紧退车就跑了,他一会儿打起来,弄得不胜,都太痛了,一边跑一边还让着,老太师疯了呀,跑了跑了,跑了大空场,这空场呢,是民间关,就坐在这个空场这儿呢,拿着半辣装红,在这儿吸血,越想当那些事情越委屈,想一想了,眼圈就怎么鼻子一酸,眼泪就走起来, 记得说,我招学惹谁了,一毛钱给你那么多辣椒,你还叫了一帮手,出了一个五菱糕叉,超过惹你了,想要呗,哭上来,这时候出来两个小尼姑,那个,一个时候拿古墨的,一个时候拿草帽,出来打草贝兄弟,牛脸都一看着,草帽都卖菜了,心里琢磨的,太不像话了,我们这儿打草贝庚,你上这儿来摘菜,到时候宅当我们的草帽事儿就这么添麻的, 过去空着头,刚有空着头,你看这个麦太太哭上了,出家人,慈悲为怀,善良的心,这得问一问,跟你说,麦太太,你怎么了,这儿怎么哭上了,麦太太哭得眼泪呵呵的,瞧什么也瞧不真正,别听了呀,我在两个东西就这么哭,就是两个北,就是一个楼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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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队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你谁说,能把你过来的小孩给你拉的什么都,咱们两个人就找了起来,老战人就叫人媳妇儿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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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战人听命令,不行了,这个老战人说,不能告诉我,我打不过财,我都得打不打不打,传我一脚,你看,传我出口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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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旁观点声啊,那你不是一想,那人家是媳妇儿,对吧,人家是媳妇儿,你跟人家抄抄,对吧,你肯定你说出不好听的话来,人家才打你,人家才帮你,拿骨子,对不对,老太太,你那岁数大,明白事理,不能不要骨子打你,是,喜喜喜喜,别过来,别过来,赶紧走,上别的地方去啊,别带我们这儿,咋走,卫生的,一会儿弄你身头,啊,夫说放下,去吧,哈哈哈,放下,去吧,哈哈哈,放下,上别的地方去, 啊,然后,找了那两个,把这俩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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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梦见老公的咋好点 我再来什么梦见的是两个羞 更多美的呀 你想人家你不一听能爱听呢 好 这上踏踏一拳 那上踏踏一拳 那个麦泰一看什么又打成了 不怎么回事啊赶紧跑吧 要不人从这儿让人打 回这儿车就跑 一边跑一边让人 那不能说话来一票吧 就再多了 爬上爬上来一盒上 这盒上怎么样路子全都在那儿 你说你哪里那儿 你老是怎么卖这盒子去 别在哪儿都卖太盒子 给他拦住了 师叔 师叔 慢走 你别躲开 你傻子 师叔怎么了 怎么哭上了 哭得这么厉害 怎么回事 你傻子 不是 有事你跟我说 怎么回事 我不是这个小八子 我一说话就能带出来了 别这边 出家人都以吃贝贝坏 你知道啊 同样不打人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到底怎么回事 哎 别急了 哈哈 大嫂子 你打的这就不是 就大嫂子那时候 我在共产这儿的心 出来聊个人 这聊个人 那个无味儿 今天这差不多 哈哈哈哈 我给你说我从我都想把这不做好梦 我弄这儿骨子 我这话还没 我这话一说还没老弟弟 两个人平靠跑了就打我一分子 我找回来 我这不做全的女活呀 你给你能力 你给你能力 还用没有妄罚呢 你 说的是 和尚有点的一颤 是头能共产吗 对呀 就是头能共产 活该打你 活该动 那是泥不安 你说梦梦梦你哭的 方人的倒霉 这都不能跟人说 你跟人说 人都不打你 人都不揍你嘛 你好好去想一想 说到这儿 听白太太恍然大不我 哎 哎 你怎么不能让我帅气 外面的老婆 我那时候喝着你 哈哈哈哈